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梳了大背头 看这服装造型还挺有年代感的 不知道他这一次会给我们再来怎么样的惊喜呢 只是作为他和常识雷老师组成的 非常圆满组合的第一次公演舞台 两个人就闹了个挺大的笑话 看视频当中应该是表演结束了 王源和常识雷老师来了个尴尬比心 因为王源比常老师个子高 老师看他举起了手就以为他要比心 于是就伸出了一半的胳膊积极配合 结果没有想到王源举手是在和观众们打招呼的 这就有点尴尬了 不过大家可不要只因为他们这个小动作 就以为他们没有默契 要知道同为唱作人的两个人 只是把默契都用在了创作上而已 看预告片当中两个人在后台还有彩排 常识雷老师在听王源唱 好像是在纠结他的发音 最后面他们的采访当中可知 他们首次公演的歌曲超难的 可见他们一定是把空行的时间都用来讨论和排练歌词 歌曲等创作方面的事情了 所以就没有注意到舞台细节上的一些小之物 不得不说王源参加这个节目是个挺正确的选择 在节目组里有像李文 孙楠 陈耀春等经验丰富的前辈组合 跟他们一起参加节目 简直是就像进了歌唱界的大师般 无论是台风唱歌的技巧 甚至是服装造型上面都可以向他们取经 学到很多东西 还有邓紫棋这样唱功了得的年轻艺人 和他一起应该能够学到更多的发声技巧 更别说还有他的搭档常识磊了 一个音乐界非常有名的唱作人 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团队的核心成员 还参与了创作火遍全球的歌曲《我和你》 除此之外他还为音乐界贡献了很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嗨歌 哥哥 山楠树等到现在都是翻唱版上的常驻嘉宾 有这么一个厉害的唱作人作为搭档 相信王源应该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 从而在音乐的创作上面 汲取到更多的经验和灵感 听说王源在学校学的也是创作 这样一来这个节目和他的专业就高度吻合了 或许他们可能会布置一些客户作业就是音乐作品之类的 他就可以直接的把参加节目的灵感发上去了 看来啊他这如意算盘打得还算不错呢 不过王源现在因为特殊原因需要在家学习 这边工作边学习的模式呢 换作是常人肯定是受不了要放弃了 但是王源偏是那种知难而上的性格 明明是昼夜颠倒 需要在晚上看学校的网课 但他白天也没休息 而是被安排了满满当当的工作 看了这样啊 粉丝们都是心疼的不行 酸酸喊话 让工作团队给他少接点工作 但是也不同于品常人的烦躁 当事人王源却十分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 在最近的一个采访当中 他还说到了最近很放松很轻松 都能够在晚上11点前睡觉的开心事了 王源可能真的是个仙子吧 一个能够把普通人24个小时过得充实 而又有趣的人 在第一期的表演当中 他的可乐和红豆已经很惊艳了 不知道这一次很难的歌曲 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诗听盛宴呢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